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上节课介绍了PRP的运算符号一共有哪些 对吧 但是呢 咱们只知道简单的 比如加紧乘除的一些简单的应用 那这么多运算符号 在上节课咱们总结出来了 看一张 咱们把上节课的笔记打开 上节课咱们总结出来这么多运算符号 对不对 那这节课咱们就了解一下 其中的算术运算符怎么去使用 来 其他的咱们去掉 咱们去看 PPP运算符号中的算术运算符号 那算术运算符一共有几个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课件 可以看到有哪些啊 就是加减乘除 全部加加加减键 对吧 其中的加减乘除跟我们小学学数学那个加减乘除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边呢 解法就是解法 乘法就是乘法 除法就是除法 需要大家记得是什么呢 在计算机里边乘号是用星表示的 这点一定要记住 然后除了号呢 是用什么 这个 斜线表示的 那这块呢 这两个方法先给大家重点提一下 星号在咱们计算机里边用法比较多 像正泽里边用啊 像朱氏啊 这都用星号 比如说 变量A等于10 生命一个变量B等于20 现在我要两个相乘 I call一个$A乘以$B 看一下 是用星号去表示的 那现在的结果是多少啊 200 嗯 没得算真快 比计算机都快 TES的第二条PT 看一下 结果200 对吧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那除了号呢 比如说 用10除以20 多少啊 算不过来了 来看看 结果是0.5 对吧 这不只给你用一下 计算机里边 乘号是用星 除号是用正邪杆来表示的 密切有个程序的同学 你可以好好注意这些啊 跟数学里边可不一样 对吧 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那减号就是减号 这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那加号当然也是加号了 也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所以加减乘除呢 都不需要我们太多的去关注 跟咱们用法一样 只是符号不一样而已啊 然后你要注意 平时做程序的时候 这个数 防止它是0 对吧 妹子在学数学的时候 这个A除以B 哪个是除数 哪个是贝除数 这个我平时总弄过 A是贝除数 B是除数 确定 那就A是听妹子的 当时错了的话 你可以找她啊 A是贝除数 B是除数 对吧 那除数不能为0 这点是数学里边严格要求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除数为0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对吧 程序会给我们一个warning警告 对吧 告诉我们什么 除数为0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写程序的时候要注意啊 经常在除的时候 大家总忽略这个细节 不要忽略这个细节 所以要先判断这个除数 不能为0 然后咱们才能去除 不然的话 不符合数学的应用了 对吧 这是这个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个小问题 那这里边 我还要重点提示一下这个加号的加号 为什么重点提示加号呢 因为在西加西加里边还有加号里边 还有gs里边 加号square里边 加号可以被存在 什么叫比重点呢 就是在其他语言中 语言中 语言中 这里边一定要注意 不是在PP中 其他语言中 你知道吗 嗯 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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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有 什么 加法的作用 还有 还有 连接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gs的语言 比如说 在gs或者加号square 因为咱们没有加号环境 对不对 所以我先用gs的语言跟大家说一下 在gs语言里边任何类型的数据 任何类型的数据 如果和字无串相加 其实就跟字无串相连 听懂 比如说 这块 我先把PP乘结束 scribe 写一段 scribe上去 对吧 这里边 上面一个变量A 我就 直接写吧 这是 在gs里边一个弹框 弹出什么呢 你看字无串 这是一个变量 然后 vrA等于10 你看 冒号 我加上A 什么意思 是不是 这是一个字无串 和这个A是相连的 听懂吗 所以弹出来 这是一个变量 当然 这是一个数值 会弹出一个什么 会弹出这是一个变量 后面加个10 你看 这是一个变量 后面加个10 对吧 是不是就把这两个字无串 连接在一起去了 对吧 那 我给大家在gs里 今天随着gs 我给大家出个这题 妹妹你来回答一下这个 看是多少 1 加1 加上 4 加上5 加上6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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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子告诉我这个结果是什么 输出的结果 2 2 2 4 5 6 1 2 4 5 6 妹子答的是2 4 5 6 2 对吧 其实结果不是 咱们弹成一下 你们看到 是2 4 加5 加6 1 1 这样的结果 2 4 加5 加6 1 对吧 为什么是这样呢 前面重点跟大家介绍过一个在别的语言里边加上一个很重要的是连接字物串对不对 那任何类型和字物串相加都是和字物串相连对吧 那像咱们做数学的时候也会有优先机那个感觉对不对 什么先乘除再加减从左到右计算是这样的一个脚本吧 所以这个先是从左到右 执行的1加1 有字物串参与吗 没有 2 这妹子这话大队了对不对 2 和字物串相加是和字物串相连呢 就变成2加4加5加6对不对 然后 这个加1 直接是数学运算吗 连接 对吧 整形和字物串连接是不是变成1了 还是一个字物串再跟1加加是不是又连了 所以这里边头两个是数学运算 看到了吗 后边的就是怎么的 都是相连了对不对 既然这是PeerP没有这功能 PeerP不能用加号连接两个字物串 所以在PeerP语言里边 我这么写 这个值 看一下 我现在写到这是PeerP乘语的就是 对吧 输出这个值 8加速成绩 那妹子说 这个值是多少 前面应该介绍过 2 2 2加8 多少 8 8 对 8 看结果是不是8 对吧 结果是8 嗯 哎 这姑娘太聪明了 大家要相中的赶紧给他写个件啊 来 咱们看一下为什么是8 因为在PeerP里边加号没有连接的作用 对不对 就是数据运算 前面咱们也介绍过什么呢 介绍过什么 数据运算 这种运算的时候 会有一个类型自动转换 对吧 自不算会转成整数或者浮点数 嗯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 只有夹运算 这是整形一整形一 这是2 对不对 加上这个会转成对应的数据类型 对不对 它会转成 4 对吧 这是当前面 学类型转换时候说过的 对不对 然后这是相当于2加46 6再加1再加1 结果是8 是不是这种出来的结果 嗯 看一下 大家明白这个问题 嗯 那 这个问题明白了 咱们就往下走 看一下加减乘除的符号 咱们还有哪个符号 你不太懂了 取 取 对吧 嗯 取 基本加号现在没有问题 对吧 就是加反应设定 对吧 其实这题我再给你稍稍说一下 看你再明白 比如这话 这个结果是什么 前面他预告的最有意思 4乘以10的5次方 对 对 这个再转成 相加的时候 转的时候 它不光是转一个4 有1加5 看到了吗 这会转成4乘以10的5次方 对吧 再加4 应该是40004 是不是这样的结果 看一下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边 刚才 每个人说了 加减乘出丘膜 这个不太多 对吧 嗯 那咱们就介绍一下这个符号 这个是取余数的 什么叫取余数呢 看一下 比如说 5 应该咱们大点算算算算 13和2 求余数 是多少 13除2 是不是取不开余1啊 对不对 那结果是多少 结果就是 1 看到了 嗯 那这个呢 有的时候 求余数不就算就可以了吗 那咱们就知道 怎么的 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 妹子 我再问你这个 结果是多少 13和4 和2求余 在这个里面都叫求余 咱就不叫求余了 对吧 -2也 求余 可以啊 也跟-1 还是1 我猜 你说还是1 猜是1 猜是1 恭喜你回答对了 那我这个 -13和2求余 是多少 -1 是1还是-1 -1 -1 这回你就说错了 1 那能这么玩呢 要么1要么-1 对不对 对 在数学里面是这样规定的 负数它也是一个整数 对不对 那是可以求什么的 是可以 这种求膜的 但是呢 符号 正负符号 由前面的数决定 跟后边的数没关系 听什么 数学的这规模 那具体算法 那就不用多理解了 只要穷膜的数 跟负数穷膜的时候 你要记住 正负号决定于前面的一个数 跟后边的数没关系 比如说前面现在是正的 那结果就是什么 正1 后边不管是负1还是正1 它都是1 这点大家需要记住啊 那妹子 我再问你一个 十三点四五和二点二三四五六 成本就在这 不好算吗 我也看出来什么 这个值 我给你用两门语言说一下 你看同样的值 我先给你对比一下 我还用gs乘语给你做一些对比 谈出一下这两个数 再穷膜 因为gs也是语言嘛 也支持这个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值多少 看你会不会惊讶 看到了吗 一串数字 对吧 对 你肯定想问这个数字怎么算出来的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 那我再给你看一下 P2P同样是P2P的程序 对吧 我把这一串gs程序去掉 你再看一下 刚才看到是一串数字 对不对 同样的两个数据算 对不对 但是P2P里边有功能这么多 你再看 还是 对吧 是不是不同语言 对于这个预算符支持的 力度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 首先他说了 这个对于小数球模 小数球模 是一点意义没有的 刚才看到了 gs是完全把它算出来的结果 对不对 但是这个结果值呢 咱是不知道怎么得到的 对不对 另外 在做程序的时候 根本用不到小数球模 为什么根本用不到小数球模呢 咱们知道 这个百分号 咱们只有在两个地方用它 什么地方用它 第一个地方用它的时候 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用它地方就是 让一个数不超过一个值 比如说随便的一个随机数 如果我不想它超过五 怎么办 跟五球模 对 任何的数 如果要它不超过五的话 跟五球模 您看一下 比如说 十跟五球模 有个苍蝇 有个苍蝇 苍蝇 所以任何数给五球模的话 都不会超过五 对吧 嗯 那就是 让一个数不超越范围 就用球模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什么呢 球 什么 被 整除 被整除 这个意思 你看 所以这两点用它 但是这两点都涉及不到小数球模 听懂吧 所以呢 大家平时在开发成语的时候 很少用复数球模 这是其一 从来不用小数球模 听懂吧 所以呢 别的语言里边 现在说小数球模的话 虽然支持 但是从来不用 所以那个值也不用去考虑 而P2P呢 是怎么处理的呢 它也知道 很少用小数球模 对不对 所以它用了一个 割舍 转成整数之后 才球模 对吧 那记不记得强势转成整数的话 那这个是四射无入 还是割舍呢 前面看手吧 对 割舍 那就是十三点四五 转成整数变成十三 对吧 然后二点二三 转成整数变成减 二 所以呢 十三和二成模 结果是写啊 一 所以这会结果一 值得弄来的吧 所以这里要记住 什么呢 PNP中的什么 这个 适将 谁呀 适将 整数 一箱小数 对 转为 整数 再 求 摩 再求摩 是这个功能啊 那这就是我们这几个给大家介绍的算数运算符 当然了 咱们一介绍完还差加加减减的对不对 加加减减是咱们算数运算符中的一个重点 嗯 那这几个呢 就加减乘数中 注意 乘号 和除号 怎么的 它们两个 在计算机的使用形式 还要记住除号 被 就是除数不能为零 对吧 加号 没有连接字符号的作用 然后球膜 两个就是应用 让一个数不超过一个值 然后呢 求什么生被整数用它 对不对 很少用负数整数 从来不用小数 做球膜对不对 小数会转成整数 那加减远这个咱就不能去了解了 小组号 看一下PB特性 好 这就是咱们这几个的值点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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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